说个小插曲,节目最后的时候,因为王妃的小女儿李嫣,也为姐姐斗镜铜加油打气,她让王妃帮着斗镜铜。 台下呢?台下自然是满足小女儿李嫣的追星梦,因为李嫣是爱情公寓楼一霄的粉丝,所以王妃带李嫣找楼一霄合影,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都被污略了,有谁注意王妃大声说了一句话? 这一句话凸显王妃的大牌气质,真的有点受不了,王妃说,楼一霄在哪儿呢?这句话说得很大声,以至于楼一霄在房间内都听到了,知道是王妃叫自己,但是不敢说什么,因为王妃是前辈,王妃成名的时候,楼一霄还在上高中呢,所以楼一霄还是毕恭毕敬地满足王妃的小要求。 王妃说,这三个小姑娘都想跟你合影,她们是你的粉丝,面对这样的请求楼一霄怎么可能拒绝呢?有粉丝是好事,楼一霄还非常客气地说,非常荣幸,言外之意就是非常荣幸能够跟王妃女儿合影,哪怕是小女儿李嫣也是极好的,但是所有的网友都对王妃的大声表示不满意,太没有礼貌了。 就算是前辈也不能如此的报道和蛮横吧,不太礼貌,龙玉霄主演电影《爱情公寓》在上映,李嫣一定会看到,对吗? 但是,我在上映,李嫣一定会看到,对王妃的对王妃的 Π丘子是对王妃传终的影响。 感谢观看